妈 自从厨房推出了家常菜 和到处派人宣传之后 我们酒楼的生意 已经大幅度提高了 这段日子 你果然把心思放在生意上 懂得改变是一件好事 你这种薄利多消的手法 的确能让酒楼的生意兴旺 对 其实干咱们这一行呢 士气很重要的 有生意就等于有客源 我们大家齐心合力 我相信我们酒楼的未来 肯定没有问题 只可惜没个利器 我看 你不如削减人手 把高新的大厨给辞掉 换来一批普通的厨子 多余的伙计也不要留了 妈 那怎么可以啊 这批厨子和伙计 都跟了我们二十几年了 这种话 我们怎么说得出口啊 心软怎么能做得了大老板呢 虽然我可以亲自解雇这批人 但是既然酒楼交给你来打理 还是你去解决吧 现在世道这样的乱 我们贸然解雇这批厨子和伙计 这批厨子和伙计 这样不太厚道吧 酒楼也不能养他们一辈子啊 这正好考验你 我不会出面 这个责任就交给你了 妈 你能不能再重新考虑一下 就这么决定了 我给你时间 三天之内一定要完成 秀儒 秀儒 秀儒来啦 秀儒 秀儒来啦 你记得来看我们呀 秀儒啊 希客 希客呀 秀儒 难得你还记得我们呀 不对不对 应该改口叫少奶奶了 是 少奶奶 不不不 你们还是叫我秀儒好了 来 是给我的 这个呢 是我给你的一点点心意 谢谢你们那么照顾我 谢谢你 谢谢你了 你们工作吧 哎呀 秀儒 秀儒 这些日子你过得好吗 你澄清当天啊 家中老爷就过世的那一幕 我看得都心惊胆跳的 你那婆婆 也实在是凶恶霸道 我连喜酒都没喝就走了 都已经过去了 现在 我的婆婆对我很好 我的丈夫也很爱我 这是我想起在这里工作的日子 谢谢你 给我送假 那好 那好 那我真的要恭喜你 做个大少奶奶了 你的命还真不错呀 哎呀 这么快呀 真不含糊 快要生了吧 哎呀 秀儒 那以后就有好日子过了 恭喜你啊 恭喜你了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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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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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恨不得一脚踹在他的肚子上 少爷 您是想断他们的香火呀 这事儿容易呀 怎么说 他们也都是大户人家 再说 我毕竟跟他们是一家人 如果我明着干 肯定是不行的 被别人看到 会说我欺负妇女 最好能想一招 借刀杀人的办法 借刀杀人 少爷 这样 我找个人跟踪那个哑巴 找准机会 咔嚓 还不是都一样 您说是吧 少爷 我想起来了 明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 那个哑巴 一定会去一个地方 什么时候买的啊 这么小的银链子 你能带吗 不是 我呀 已经买了一阵子了 我想送给宝宝 当做礼物 把这根银链子 绑在他的脚踝上 希望他能够健康 快点长大 秀儒 只要 你能为我们颜家 生一个 白白胖胖的大小子 那我们颜家 全家上下 都会对你另眼相看的 妈也不会 再对你使白眼了 再说了 咱们颜家是大户人家 小孩出生之后啊 妈妈一定会送一个 很大很大的金锁 它也是 我们颜家 唯一的一块宝贝 我希望 你说的都能够实现 但是 我不要什么金锁片 我只要 我们的宝宝 能够聪明 活泼 健康 快快长大就行了 肯定会的 妈 我回来了 你打从酒楼回来 就马上来看你媳妇 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妈吗 妈 不是 我刚进来的时候 没有看到你 所以我就进来看看秀儒 您看秀儒都快临盆了 我这个做丈夫的 我关心关心他也是应该的嘛 你说对吧 妈 妈 你们两个慢慢聊 我去做事了 慢着 我有话交代你 你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 明天 什么大日子 以往为颜家的子孙 明天是你爹去世一年的忌日 你忘了 你脚一踏进门就把老爷克死了 这全都是我的错 妈 不管你要怎么骂我 罚我 我都愿意 妈 你看秀儒现在都这个样子了 你还想对她怎么样啊 老爷去世一年了 你以为我真的是个恶家婆 一定要欺负你的媳妇 不是 我是要她陪我去给老爷上香 一来是求她原谅 向她忏悔 二来是希望你爹在天之灵 能够保佑你的媳妇 为我们颜家传下一点香火 应该的嘛 这是应该的 秀儒啊 你多上几株香 嗯 媳妇秀儒来拜公公 恳求公公原谅 公公去世一年 我也怀了陈武的骨肉 求公公保诱我们家业昌盛 能让秀儒为颜家生下一男伴女 你不认为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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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放上 快 不 秀容 秀容啊 秀奶奶 秀奶奶 快 快 快去追 是 快去追呀 是 秀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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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 你的肚子 唐哥 你怎么来了 唐弟啊 快坐下来 陪我喝一杯 好 唐哥 还真没想到 你会来这里 唐弟啊 咱俩快一年没见面了 你娶了秀容 你不为妻子 我还没有恭喜你 娶到心爱的女人呢 看你春风满面的 来 干一杯 唐哥 你是不是 还在为当年 我们抢秀儒的事耿耿于怀 心里面不痛快 这算什么话呀 当年那件事 我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 更何况 兄弟才重要 俗话说 兄弟如手足 女人如衣服嘛 唐哥 你能这么说 那我就放心了 来 咱们哥俩干一杯 干 当年我回到杭州以后 马上娶了一个小妾 我呀 连你那个哑巴老婆 长什么样子 都记不起来了 唐哥 你能不能说一下 你这次来有什么目的 唐弟啊 我这次来这里 是想好好发展发展 咱们严家的事业版图 发展事业版图 怎么发展 我刚刚买下 你酒楼附近最大的吉祥客栈 我认为酒楼的生意大有可为 而且还能结交五湖四海的人物 人脉打通了 有了关系 自然就会裁员滚滚 好 好啊 唐哥 其实我以前也想过 这个酒楼的生意呢 也有一大部分 要以客栈为依靠 那现在买了客栈 咱们哥俩就成邻居了 什么事都方便了 是不是 赶一杯 好 来来来 来 喝 好 来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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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长你赶个回去 什么事那么慌慌张张的 少奶奶出事了 真的 真的 那赶快回去吧 嗯 妈 秀儒现在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超五 秀儒跌倒了 她看了大夫 大夫说她肚子里的孩子 随时都会流掉 怎么会这样呢 秀儒 秀儒 你怎么样秀儒 我 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妈 妈 妈 大夫呢 大夫为什么不留下来 秀儒她肚子里的孩子 到底怎么样了 大夫刚走不久啊 她说秀儒羊水破了 她也没有办法 她就是生不出来 她叫我们等啊 那我们等什么 秀儒 秀儒 秀儒你感觉怎么样 我 我很痛 没有力气 秀儒 我 我们的孩子生不出来 秀儒你别急 秀儒 我来听一下秀儒 怎么样 听到的孩子的心跳声吗 我好像听到了 又好像听不到 你以为我不曾保佑我 秀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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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儒你怎么样 秀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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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你身边的秀儒 秀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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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叔 秀叔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颜家的祖先 请您保佑 保佑颜家 天孙那福 老爷 您也要保佑橙武的媳妇秀儒 能够平安生产 延续咱们颜家的香火 你 你快出来吧 使劲 再使劲 再加把劲啊 阿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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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叔 秀叔 出来了 再使点劲 使劲啊 再使点劲 秀如 你一定要坚持住 我在外面陪着你呢 秀如 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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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奶奶 秀如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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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奶奶 少奶奶 秀如 出来了 出来了 少奶奶 少爷 少爷 少奶奶生了 走吧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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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奶奶生了 是男孩还是女孩 是个女孩 秀如 辛苦你了 你知不知道我在外面有多急啊 生个女儿是好事 这叫先开花后结果 等明年 再给她生个弟弟 恭喜你 少爷 来 我的乖女儿 让妈妈看看 让妈妈看看 像不像妈妈 让妈妈看看 看我们的女儿多可爱 长得像妈妈 来 来 让妈妈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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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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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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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如生了个女王 母女都平安 请妈妈过去看一看 我们颜家第一个大孙女 不必了 妈 虽然秀如生的第一胎是个女孩 但第二胎肯定是个男孩 我跟秀如都年轻 有的是机会 妈 您干嘛那么失望啊 叫你媳妇儿好好抚养这个女儿 我没生气 不过 的确有点失望 她不争气 我也没办法 头一胎就生了个女王 我不会去看她们母女一眼的 妈 妈 怎么说 那也是您的亲孙女儿啊 您这样做 害我心里也挺难受的 够了 谁叫她不争气呢 等她百日以后再说吧 好吧 那 那这样子 百日九花要不要请 颜家在地方上有头有脸 生了孩子 百日九当然要白 好 妈 那我去看看秀如啊 秀如 来 爸爸看看啊 长得跟妈妈一样漂亮 秀如啊 妈说了 等孩子百日的时候呢 要给她办一个百日酒宴 虽然 她是个女儿 但是 她在我心中 一样是宝 我也会拿她当一个宝的 这也是我的亲骨肉啊 我要啊 把她当一个男孩子那样培养长大 谢谢你 我知道 你一定会爱我们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为颜家 生一个儿子的 你帮我生多少小孩 我都会很开心的 只是那样就会辛苦了你 我希望你能平平安安 孩子快快乐乐地长大 那我就比什么都高兴了 程武 你帮我对妈说些好听的话 好吗 我很害怕 她不喜欢这个孩子 你放心吧 妈肯定会喜欢她的 对了 我还要给孩子起个名字 让她跟你一样 兰兴会智 来 你抱抱 来 好 小乖乖 真可爱 醒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 以后我们的孩子就叫颜若兰 好听吗 小宝贝 你以后就叫若兰喽 就叫若兰喽 小若兰 睡着了 乖乖乖乖 轻轻的石板桥 轻轻的小喝汤 悠悠的心情 好想和你坐在鞦韆上 轻轻的风儿吹 轻轻的心声远 天天的梦想 就像那风吹 飘向了天岸 嘿呀嘿呀 嘿呀嘿呀呀 嘿呀嘿呀呀 月亮我在那条山 谁来带我走啊 嘿呀嘿呀 嘿呀呀 嘿呀 嘿呀呀 嘿呀呀 我可以你 不知道 婶婶添了一个孙辈 不知道 是男是女啊 承文 稀客呀 你消息可真灵通 你怎么会老远 从杭州赶来 喝这杯百日酒呢 婶婶 我来同城做生意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今天我不请自盗 谁让我跟承武是兄弟呢 婶婶 不认识你 赶我出去吧 来者是客 我怎么会赶你走呢 你们本来在杭州 生意做得好好的 怎么会想来同城 这种小地方 发展事业呢 婶婶一家 在同城也是妄子 我想 沾着你们的风光 做点小买卖而已 夫人 少爷和少奶奶出来了 对 唐弟 弟妹 恭喜唐弟 恭喜弟妹 唐哥你来了 唐弟啊 是男人是女啊 是个女王 你 三个女王 嫌疑 除了 你 几乎 去 你 有 有 你 有 你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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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不得没什么反应 是 原来跟他娘是一个样子 是一个又聋又哑的小女王 是 是一个小哑巴 哈哈 小哑巴 么 小龙子 小哑巴 小哑巴 很有雅子 小哑巴 跟我来 因为 云 是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妈 我知道我生命苦 但是宝宝刚刚百日而已 求求你不要丢弃他 他也是颜家的孙女啊 我们颜家从来没有残障的孙女 如果你死来着不走 我就叫人把你轰出去 昨天的百日酒 已经丢弃了我们颜家的脸 把他轰走 不要 妈 妈 妈 您不要这样 您不要生气 怎么说他们都是我的亲人呢 我真是一错再错 我当初就不该让他进门 他不进门就没有今天的不幸 你要留着他们母你干什么 妈 我知道 我知道秀如他生了一个女儿 也跟他一样不会讲话 可不管怎么说 那是十月怀他生下来的 自打秀如嫁入我们颜家这一年多 他谨守着做媳妇的辅导 妈 难道您就连这一点点的包容 都不接受吗 当初我曾经跟他讲过 如果他一年之内不怀孕 我就要你写下修书 当时你们是同意的 没错 可是秀如他已经生下来了 一个哑巴能算吗 如果现在再给他机会 他只会生下更多的哑巴 你叫我怎么跟严家的列祖列祖交代 陈武 我走没有关系 只是 宝宝很小 他跟着我一定会受罪的 只要他可以留下来 我没有其他的要求 我宁愿 我自己 一个人走 妈 妈 妈 您知道我深爱这秀如 我不能没有他 假如您真的要赶他走的话 那这个家 我也不会待下去的 你又用自己来威胁我 我要把他们赶走 你也要跟他们一起出走吗 就算我不跟他们女俩一起走 我也活不下去的 到时候 您不但失去一个好儿媳妇跟您的孙女 就连您唯一的亲生儿子也会失去的 你知道我心里那种恨铁不成钢的痛苦吗 你这个媳妇 害得我和儿子心里起了疙瘩 你知道我之所以对你这么绝情 都是为了你将来好吗 陈武 陈武 你不要再让妈伤心了 我走散了 不 修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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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儒我不让你走 你知道吗 如果没有你 我活着也没有意思了 我要让你们母女俩全都留下来 妈 妈 我求求你 让他们母女俩留下来吧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妈 我求求你了 妈 我给你磕头 我求求你了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吧 妈 我求求你了妈 我给你磕头 我求求你 你留下她 好了 你听清楚 我今天本来把你们母女俩赶走的 是我儿子硬要留你 从今往后 你再也没有当我家 我们颜家媳妇这个份 你们母女俩 要自己去过生活 要留在这个家里 就要跟下人没有两样 现在 你要自己出去讨生活 你做得到吗 你说的 我都已经记下来了 谢谢你 让我留下 你的要求 我一定能做到的 妈 妈 妈 秀叔她行的 她会吃苦 会耐劳 她一定行的妈 谢谢你 谢谢你留下他们母女俩 谢谢妈 谢谢 秀叔 没事了秀叔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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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啊 谁啊 她是福海酒楼老板的媳妇 可怜哪 她是个哑巴 不但享受不到嫁入豪门的福气 还要比下人做得更辛苦 如果我是她 我早就改嫁了 还守着那个恶家伙干什么 就是 我也是成型的 这个怎么卖啊 这个 两块 谢谢 我也在哪里 会遍 但谁 今天 她是什么 什么 你 在家里 是什么 你们这些情形 太多的 没想到 是你们这什么 她又叫你 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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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八字都比你媳妇的 要好上几百倍 看你随便要选哪一个 妈 我根本就不想纳妾 你不要再逼我了好不好 只有女人才会从一而终 男人本来就应该三妻四妾 我们家又不缺这个钱 你为什么要守着这个哑巴 我每天都在外面做生意 这早出晚归的 本来就已经很辛苦了 我哪还有那个精力去纳妾 您就饶了我吧 让我好好休息好不好啊 为什么我讲的话 你一句都听不进去啊 梅婆说今年是好年 如果今年不办喜事 到了明年就是盲年 就不吉利了 你到底听见没有啊 今天免谈 后面再说 秀儒 秀儒 累坏了吧 快起来 快起来休息 累坏了吧 不 我不累 我知道 别那么卖力 你赶快走吧 快走啊 走 有空去歇会儿啊 快走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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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对不起你 不 不管多么累 我都接受 只要 我可以 每天陪着你 每天 看到你 我就很开心了 秀儒 我真的很佩服你 你白天都在外面做些什么呢 回到家还要做那么多家务 白天 我去帮人挑水 到中午 我就去帮人家 卖水果 我觉得 过得有意义 真的对不起 你每天这么辛苦 只能挣一点点钱 我听了都觉得心疼 我是酒店的当家 没想到还要让妻子 在外面讨生活 我真的不配做你的男人 不 程武 你不要自责 我已经 答应了婆婆 我没有任何怨言 我只要 你 和孩子 平平安安的 那就好了 若兰哭了 我们去看看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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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 爸爸不哭 来 爸爸抱抱 爸爸抱抱 好 好好好 爸爸抱 啊 啊 感谢观看